大家好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題是頂峰丹地特輯第二章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好昨天的影片由博安已經拿到了丹地的知識 並且在潛伍桿民進行廁殺了 我們今天同樣的來介紹獲得 單地知識玩家所提供的對戰影片 那他跟博安一樣同樣是國中生 目前居住在香港 大概是國三左右的年紀 難說是英雄出少年啦 所以我們今天同樣的能夠看到精采的對決喔 好那我們準備進入今天的對戰 今天提供影片的玩家名稱叫做蝦皮 可說是非常可愛的一個名稱啦 那他目前分數在2900左右 比較可惜的是2900是目前沒有到排行前500啦 不過他之前的排名是有在前500裡面的 好我們進入第一場的話 絕地兔在第一隻遇上對手的角色是戴歐奇希斯 在小招部分的話戴歐雖然比較強 不過他的一個招式的話 可能在打我們絕地兔的時候相對的比較是吃力的 所以兩者在對決上來說各有優缺 不過剛開場可以看到蝦皮玩家這邊的一個 網路好像不是那麼的順暢 可以看到絕地兔一直在戰鬥啊 不過戴歐在打絕地兔會比起打加熱地群尾巴也來得好 因為畢竟我們本身沒有鋼 所以他還是能夠用精神途徑來傷害我們 但是放完精神途徑之後畢竟要打帶跑 所以相對的我們這邊就有順位上的優勢 哇結果這個越來越一波一出來卡住了啊 哇這卡得很嚴重啊 這一場在一個非常lag的情況下 然後換上了這個胖田妮 胖田妮在超級聯盟 玩家可能不是那麼熟悉啦 那畢竟他是以單點殺娇為主的一個角色 不過我們也可以來看到他的大招跟小招 其實能量球跟噴射火焰在主性的打點面上來說是非常廣泛的 所以比起某些妖精器來說 其實胖田妮的大招是雖然是很實用的 這邊因為lag的關係啊 所以對方越來越一步持續的使用正常啊 導致胖田妮這邊血量上被壓的很低啊 這一場有一點不太公平啊 然後這邊對方越來越一步要出招了 這個出招肯定會拿下胖田妮 不過他竟然想用一個欺詐 這樣的話他沒有辦法收掉胖田妮 我們這邊可以直接殺掉把他點掉 如果使用正常的話 然後這邊胖田妮一定就下去了 那我們現在有順位上的優勢 胖田妮上一滴血可以放個招式在下場 對方上的是同樣是戴歐奇奇斯 那把能量球放完之後就吃到招式就下去了 接下來應該還是選擇絕地兔上來 絕地兔能夠大招比較他的盾 最後再靠著大嘴歐去壓制對手 絕地兔畢竟氣已經滿了 所以一上來之後直接放一個地震出來 不過我們剛剛可以發現到 戴歐奇奇斯的一個精神途徑打這個絕地兔 傷害量超級低啊 我說是絕地兔的產度非常優異啊 中途不讓這個戴歐繼續練功 所以大嘴歐就上來了 不過目前戴歐的血量上還很多 用赤藏攻擊把他拍死是比較困難的 而對方的戴歐是選擇死萬福特 並不是精神途徑 其實他可以使用精神途徑啦 稍微的避一下血量 可能在氣氧上耗損會比較低一點點 不過死萬福特也有他的優點啦 死萬福特放出來之後他不會讓攻擊下降 但是對手的第二下還是放了精神途徑出來 接下來選擇坦克臭歐上來 坦克臭歐的小招看起來是配置獨擊 那獨擊在對抗我們大嘴歐的時候算是一般般 結果因為我們剛剛去氣氧很足 將對手沒盾的情況下吃了一個暴風 坦克臭歐就直接下去了 完全沒做到任何事情 然後戴歐再次上來的時候 他的氣氧上看起來是精神途徑的氣量 精神途徑如果沒有辦法一下打死我們的大嘴歐 他勢必給吃一個氣氧球下去 哇很可惜這邊差一下 而且因為我們本身飛行系能夠抗衡這個格鬥系小招送被奉還 所以沒有被他的小招點下去 氣氧球還是適死了發動出來 最後就收掉了戴歐其氣氧了 這一場在開場的時候感覺是很危險的 畢竟在一開始的時候 另外一部蓄氣蓄很多啊 差點就可以直接收掉胖田裡 不過還是穩穩的拿下來 OK那我們進入下一場 這一場遇到的是我們也有了大嘴歐 不過對方是色違版本 遇上大嘴歐的話絕地兔是很難打 所以這邊換角 在招式組合上來說沒有辦法去壓制大嘴歐 所以現在切大嘴歐上來一個鏡向對決 其實大嘴歐是很多高手玩家會選擇使用的 那對手盡量對決到一半之後就跑掉了 換上的是阿羅阿版本的九尾 阿羅阿版本的九尾在打大嘴歐沒有到優勢喔 不過我們繼續看下去 目前一個氣氧球之後 比了這個阿羅阿九尾 剩下一半的血量 那因為他配置的是撒嬌啊 所以他的出招比較慢 所以我們這邊有空檔持續的出招 對手阿羅阿九尾還是沒有開盾 好似他剩一滴血 不過他這邊出招 這個阿羅阿九尾有一點點被犧牲掉 說實在的 那俠皮玩家這邊是把他擋下來啦 哇這個擋是很大膽的 我們會剩下一點點血量 看起來想用氣象球去逼迫對方 那對方選擇是再次用大嘴歐上來 大嘴歐這邊上來的話 我們氣象球傷害量比較低 對方不會擋 這個盾繳的有一點可惜阿 不過接下來我們選擇胖天爺上來 想用撒嬌把隊友點死 但是目前狀況有點像剛剛的戰局喔 剛剛雙方都是一個用撒嬌 然後一個用大嘴歐 現在只是輪換過來而已 那對手這邊逼了一頓之後 換上瑪麗露力上來 哇這場算是有一點點尷尬的局面 因為絕地兔這邊是很難去處理 瑪麗露力或者是他的大嘴歐 大嘴歐他強大的地方在於 他的五下翅膀攻擊能夠用一個氣象球 而且加上他的屬性打擊面也很廣 哇結果蝦皮這一場就跳掉了 哈哈哈哈 那這一場有辦法 跟我們剛剛講的 絕地兔真的是有點難處理 瑪麗露力跟大嘴歐在後面的情況 而且我們沒有盾了 基本是沒有勝算的 那早點跳掉也算是好啦 OK那我們進入下一場 這一場預告限制伊布 限制伊布也算是近期 很多人喜歡用的雕精細寶可夢 因為他在社群日之後 獲得精神衝擊中能量比較短 以至於就是出招稍微比較快一點 使用性會比較好 這樣可以看到潘田尼的一個 噴射火焰或者是能量球這兩招 其實在能量需求上是比起 先止伊布來得長 所以在出招的彈性上 可能就沒有先止伊布那麼好 然後這邊 雪地兔放一個地震之後 換上大嘴歐上來 那狹皮玩家這邊是保了大嘴歐 選擇擋了一下精神衝擊 剩下血量應該有辦法用 吃完攻擊直接把他拍死 大嘴歐雖然他在出招的彈性上非常好 不過他的坦度好像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的優秀了 所以大多數都是用出招速度去壓制對手 好這邊對手換角換成的是這個 越南伊布 我們這邊暴風下去 對手擋了 哇這個擋招可能會影響到整個戰局喔 暴風的一個威力還不錯 缺點就是能量比較長 那接下來下屁玩家是選擇氣象球 可能沒有辦法出招 所以這邊放一個氣象球 隨時增長 結果對方再濃了一下 他沒有濃過頭 差一點就濃過頭 我們的氣象球差點就出去了 那這時候越南伊布槍上應該非常主啊 他選擇氣炸幫我們打下來了 這邊可以選擇胖田尼用妖精打惡系的概念去打他 結果中途對手換角 喔 結果他的陣容是一隻三隻都是伊布的陣型 最後一隻是這個葉伊布 那我們中途換上了絕地兔上來切膠擋招 看起來是打算把胖田尼的撒嬌發揮到最大價值 不過絕地兔也算是很爭氣啊 他竟然擋住了一個葉刃 這坦度非常優異啊 雖然本身地面系的 但是因為靠著坦度的關係 加上出招很快 火焰拳這邊出來 逼到對手的最後一頓 而我們這邊還有一頓 哇 這個葉伊布的一個血量 會被我們的撒嬌直接點下去 雖然我們這一頓勢必得開的 但是他後面那一隻越南伊布 是沒有辦法出一條胖田尼 那這一場看起來算是大事已定 除非我們在點下他之前 他有辦法再出一個招式 哇 很可惜他沒有出招 那這邊胖田尼穩穩的收掉 最後就剩下一隻葉伊布 葉伊布的話他只能靠增長啊 來看一下增長的傷害量 如果有辦法兩下打死胖田尼 就還有機會 增長 看起來傷害不夠啊 哇 他就算再放一個增長 其實傷害量也是不夠 畢竟大聲咆哮著打這個胖田尼 減傷太嚴重 那我們這邊補一個能量球 輕鬆的收掉越南伊布 這一場在開場看起來有點危險 不過最終還是穩穩的收掉 三隻伊布的陣容可說是非常的興奇 不過因為對手也是R24的玩家 基本已經沒有爬分的壓力了 所以他應該也是在側角 所以也在拍影片 OK 那我們進入下一場 好 這一場的對手是尼巴羽 那兩者對決的話 絕地兔稍微佔優 因為畢竟我們這邊 可以壓制鋼系 但是他沒有招式可以完全打擊我們 他頂多就選擇高能量的地震來打我們 但是地震也沒有屬性上的優勢 好 這邊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迦勒地區尼巴羽的招式 喔 現在想騙盾啊 這個騙盾有點太沒有意義了 因為這邊騙盾之後 你的能量就沒了 而且嚴峰打地面吸是減傷的啊 哇 這個R24的高手 可說是很賭啊 好 這邊是不拿眼 直接補一個地震啊 那個迦勒地區尚還上一點點血量 然後他中途切九尾上來 不過因為我們剛剛氣氧上集得非常足啊 其實火焰拳可以連續出招 他這邊切九尾幾乎是自殺 所以這邊我們補上一個火焰拳 火焰拳下去 九尾噴了快三分之一血量 那這邊還來得及補第二個 而且我們會注意到喔 這一隻九尾也是帶著殺嬌的 哇 這是高段般的一個玩家 好像很喜歡用殺嬌型的角色 不過因為殺嬌的續能是比較慢 所以你要壓制絕地兔相對是比較困難 然後這樣的話 大左右上來來扛住這個阿羅拉九尾的招式 那剩下一點點血啊 我們應該翅膀攻擊就可以拍死他 而且其量上非常足 這邊的操作算是非常的 有任有餘 然後對手上泥巴羽上來 看到泥巴羽的時候 瞬間就直接按氣象球出來了 這邊氣象球勢必會中上這隻泥巴羽 對手擋了 看起來他打算拿一個炎崩阿 他就要看誰塑招快了 所以我們這邊塑招比較快阿 所以再補你一個氣象球 他如果不擋 剛剛那一個盾就擺腳了 他如果擋就賺到兩盾阿 所以整體來說我們這邊優勢很大 好 這邊有兩盾的優勢 這邊我很妥妥啦 所以他作為一隻角色也是剛系 不然要抗衡胖田裡 是比較困難的 而且我們這邊有兩盾的情況下 噴射火焰一定能夠噴到他剛系的角色 這邊大嘴又是要炎崩下場了 然後選擇是絕地兔上來 對手作為一隻角色 真的是剛系的 是盔甲鳥 盔甲鳥的話 他沒有辦法快速地打倒我們的絕地兔 所以這邊火焰拳連發 哇 這個盔甲鳥有一點肥料了喔 火焰拳 但是傷害量沒有到非常好 那中土讓胖田裡上來了 對方盔甲鳥配置的招式是空氣斬 並不是港義 所以他的小招傷害量補補 雖然他本身是有對妖精系招式有抗性的 但是我慢慢點他終究會死的 所以這邊不慌不忙的 胖田裡一定可以穩穩妥妥地收掉這隻盔甲鳥 這邊該開盾了 不然胖田裡點下去 這手算是在拖時間 他這邊很明顯的在拖時間 但是想必的噴射火焰還是噴得到他 因為畢竟我們剛剛絕地兔只放了一個火焰拳 並沒有放兩個 如果放兩個的話他有機會切腳擋著 但是他換腳時間還沒到的情況下 噴射火焰噴到 盔甲鳥下去 最後得那隻 迦勒地群尼巴羽 剩下一點點血 這一盾我們開下去 不開也是可以 絕地兔後面火焰拳也是符合上 所以蝦皮玩家這邊是沒有開盾 好交給絕地兔了 絕地兔我很妥妥的 看來還是打算尼巴射擊把他點死 OK這一場的話 其實在首支的絕地兔優勢下 基本戰局已定 他三隻角色都蠻怕絕地兔 說實在 好那我們準備進入境的最後一場 這次蝦皮玩家提供五場而已 算是比較短 不過我們以後還會再找他來提供影片 那最後一場的對決的話 這個絕地兔優遇上的是 帝王拉波 遇上帝王拉波也是比較難打 除非你的地陣有辦法震到他 可以看到這邊盤撲的傷害量非常好 但是對手也需要去防範你的地陣 所以他開盾的機率很高 看起來蝦皮玩家是打算用一個火焰拳 來騙一下他的盾 這邊開盾擋掉他的江湖水炮 總圖對手換腳了 換上圖茵娜上來 哇那圖茵娜要被煉弓了 因為二系的寶可夢 近期在無論是超結盟 或者是高結盟 其實很多人喜歡用他 因為二系的寶可夢 通常一個體質上來說 坦度都是非常好的 不知道為什麼 因此很多人都喜歡 在三隻裡面帶一隻 主要他們還是仰仗著蟲系比較少 加上妖精系的寶可夢 其實在操作面上來說 比較沒有彈性 比較少人會用 所以相對於二系 其實克星就會比較低 所以這邊丹妮是建議 大家可以忍手帶一隻妖精系 讓二系猖狂的環境稍微的減緩 那這邊妖精系的胖甜蜜 絕對是穩穩的 撒嬌可以把它點下去 甚至連盾都不用開 連過這隻兔娜 而且氣氧上非常的足 好那接下來 對手可能會上 帝王拿坡上來 畢竟鋼系是有抗性 妖精系撒嬌的 鋼獎馬上被打點了 直接上最後一隻 最後一隻是恰蕾姆 恰蕾姆的話 他可能是想說 小招慢慢的打 然後去磨一點氣量 所以選擇恰蕾姆上來 但是恰蕾姆本身是怕撒嬌的 所以你這樣一磨之後 反正恰蕾姆重傷啦 我的天啊 這操作非常的不好啊 這邊可能是沒有多想啦 導致恰蕾姆重傷之後 我們再上大嘴鷗上來 吃完攻擊就可以拍死他 他只能放一個招式 然後這邊我們擋下來 清晨強烈 那目前他就直接切丁王拿坡上來了 丁王拿坡這邊要面對大嘴鷗 大嘴鷗打丁王拿坡的話 算是弱勢 因為可以看到氣氧球或暴風大家都見上 不過因為我們在超解謀 其實丁王拿坡的坦度沒有那麼低響 所以他就算直接超招式 傷害量也算是不錯的 雖然對手目前兩盾了 但其實整個風向是在我們這裡 因為畢竟我們的出招速度 會比丁王拿坡來快 而且加上左鑽或者江水炮 其實傷害量差不多差不多 左鑽會稍微強一點點 但是也沒有特別痛 好這邊我們用一個招式逼迫到對手開盾了 然後他這邊要出招了 看一下他的招式喔 喔是江水炮 江水炮的基礎傷害量很高 不過在打大嘴鷗其實跟左鑽沒有差到非常多了 而因為我們仰賴著 帝王拿坡出招比較慢的關係 所以大嘴鷗持續的出招了 西洋球出來 對手開了最後一盾 而我們這邊就可以選擇絕地兔上來 絕地兔一上來之後 火焰犬補在他身上 殘血的帝王拿坡是扛不住火焰犬的 火焰犬打他是平上 那他最後就剩下一個恰雷姆 殘血的恰雷姆 等於說他的操作上來說是失誤啦 他剛剛應該是要選擇帝王拿坡上來 至少在對抗角色的時候會比較好 可是他的恰雷姆被那隻胖甜蜜磨到吐血 所以以至於我們這場才有辦法扭轉 OK那我們拿下最後一場囉 那麼來做一下總結吧 我們今天請到已經攻頂拿下單地姿勢的蝦皮玩家 來提供我們這一套絕地兔 大嘴鷗以及胖甜蜜的陣容 聽說這一套陣容是很多高手會喜歡用的陣型啦 首先仰賴著絕地兔非常好的坦度 以及出招速度很快 配合著大嘴鷗出招快殺傷力好的一個特性 最後再補上一隻用靠著沙嬌單點傷害 克制近期很多惡系寶可夢的一個環境 損體上來說這一套陣容也算是蠻實用的 玩家如果喜歡的話也能夠多多嘗試 至於最後我們要再次感謝蝦皮玩家提供精彩的對戰影片 給我們當作參考喔 那麼本部影片就到這囉 也由於目前的對戰影片需要消耗到很多資源 所以丹尼在這邊整選一下影片 如果你有非常精彩的對戰陣容 或者是冷門小知識以及極限挑戰的團體戰等影片的話 可以提供給丹尼 除此之外如果你是對戰影片的話 建議是提供七場影像 讓丹尼可以進行篩選一下精彩的對戰 除此之外你要同步提供IB及角色的招式 然後玩家所提供的影片會經過篩選審核之後 成功的話會告知玩家有上片的機會 影片上傳的部分的話之前有說是在Google雲端或者是YouTube 但是發現YouTube的畫質可能比較不太清晰 所以這邊建議統一選擇Google雲端會比較好 這邊也有附註一下要怎樣進行上傳喔 另外玩家如果從事YouTube頻道或者是活動需要宣傳的部分 也會在影片裡同步介紹 所以我們這邊就小小的招募一下囉 玩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寶可夢相關的資訊 不妨可以訂閱丹尼的YouTube頻道或者開啟小鈴鐺 就能夠在第一時間獲得更多資訊之外 想跟丹尼有更多互鬥的話也能夠加入丹尼的YouTube會員 目前有分為粉絲會員以及好友會員福利各有所不同 玩家能依照自己的需求而選擇不同的方案 您的每一個小小支持都會化成丹尼做影片的原動力 那麼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BI-GETCHU AB CYPO GETCHU B CYPO